今天是今天的教育拱囚员Yuki 早晨大家 早晨 昨晚 其實上星期也有提過 主席昨晚也有提過大家 我們今天有個什麼比賽 有個商務服的比賽 我們今天 其實這個比賽真的非常之好 因為好像我們主席 之前的服裝獎也有拿過 Jofie在隔離婚會的NUdinner 也有拿過服裝獎 講到BNI 我們會有一個專業服 一個行政服的dress code 但為什麼要有一樣東西呢 我們在這個服裝上 其實自古以來 大家都會有很多的想法 大家都很明白服裝的重要性 我們今天就有一些 之前有一些朋友 他們是在服裝獎研究的 今天都來了橙橙場 我們先看看 就是BOM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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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潛米坑,就算水都幾大腰叉 我先穿衣服,提包衝正班 做事慳不通,都好玩啊 每天無論空光盤 都要搖得裝下身 只要穿得補款,開始目睹鎮 又沒錢,都沒人問 你懷疑量無敵塵 記著領犬花尿山 分結朵轉身,聚濃嶺紅棍 加湯血泥漏以後驚嘆 就不動 Yes vra pour une 七幾米 橄欺言 還有七幾 blessing 是的沒錯 歌神也請到過來了 今天又支持一下大家 那天是先敬螺 dost 後敬人 啊…… Are they still doing to beat up 今時今日其實是… 其實今天是否仍是這樣? 其實以前,大家也不曾說 即是平等、人權 其實都是餵兩餐和養食 都一樣的 阿kar 我自己又會覺得 先敬螺 줄 後敬人 其實可能是有另一些意思 我自己會覺得是一種的識別性 其實識別性是甚麼意思 坦白說其實看不到樣子 但相信大家都會知道是甚麼人 我們看到的是學生莊 學生時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文化 大家會知道屬於哪一間學校 而至於是廚師 你看到頂巫或頂巫 其實你都知道他是廚師 其實是代表一種專業的形象 在他的範疇有一定的經歷和知力 你說醫生 其實你見到他穿著八袍的時間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種很安心 或者很有放心的感覺 至於超人 你看到其實他多了一件袍 其實多了一件袍 大家會覺得他正在正義 其實是一種的象徵 是一種的標識 那你覺得中間那個 其實他穿著這樣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會有種甚麼感覺 其實可能就會覺得很熱鬧 可能是很熱情奔放的感覺 所以其實在等於我們回B&I 我們要穿商務服 可能穿專業的商務服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能都會有一種 是代表了你的性格 或者是一種文化的時候 其實就說 原來我可能在不認識你的時候 我怎樣抵一眼 可能對你有一些的感覺 其實有時候 在我們穿衣服 可能好像Elma那樣 穿著一個紅色的衣服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嘩很有型 就是很有這個份量 你不會讚 你今天穿得很漂亮 其實呢 我又會這樣想的 當時人開心之餘 其實呢 看到那個人呢 都會開心的 因為他會覺得 嘩很明亮啊 所以其實 我們有時經常都會說 尊重人 尊重自己 尊重場合 Dress code 我們都不想說 今天我們去這個活動 那個Dress code是甚麼 你都不會希望 去到你自己 零零碩碩一個 跟全部人不同 所以大家都是想 是想一致性 不會被孤立了 所以在B&I裡面來說 主要服呢 其實就是一個的 怎樣 所以就是 Dress for success 那大家都會是 那個中的success是甚麼 亦都是可能 在你不同的領域範裏 都是一個成功的 一個的開始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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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